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鸢姐 很多朋友在使用手机的时候都在手机充电的这部分呢存在几个误区 这样对手机和电池呢都会有一定的损害 那下面赶紧给视频看看你有没有犯这些误区吧 第一放在床上充电 手机充电的时候本身会发热 我们放到床上或者沙发上充电非常不利于散热 持续高温会损害电池 第二没有使用原装的充电器 不同的手机对于充电的电流和电压是不一样的 如果使用廉价的充电器杂牌子呢 那电流就会经常不稳 这样会造成电池损伤 长时间下来呢不仅电池不扛用 也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第三手机没电了才充电 当手机玩到自动关机了才去充电呢 对手机电池损害比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手机会在电量低的时候要提示了 建议大家手机剩40%的时候呢要充电 不要等到手机剩20%的时候报警才去充 这样对电池才会更加的耐用哦 第四就是带手机壳充电 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温度会升高 而手机壳不摘呢会影响手机电池的散热 当手机持续高温并且不能散热 会给手机电池呢造成损伤 所以充电的时候手机壳一定要摘下 以免持续高温导致手机电池受损不扛用 第五经常充一晚上垫 很多人充满电呢都不及时拔掉充电器 过度给手机充电如果是原装的充电器呢 会自动转到待机模式 对手机影响不大 如果是非原装的充电器呢 电池会一直处在充电的状态 对手机电池损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充满电最好要及时断电 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手机充电 用错误的方法充电呢电池会受到损伤 甚至有一些质量不过关的手机会引起爆炸风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给手机充电的注意事项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